昨天凌晨3点在万里区家头路上的温泉会馆后方是发生了一场大火 而这场火是从一处才烧摇工厂窜出 里头是堆放了大量的龙野木、香丝树等木材 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整个50平大的厂区全都烧毁 甚至还波及到了一旁的温泉会馆 造成会馆业者有12间的贪污被烧光光 还好消防队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把火势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至于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 今天凌晨3点在万里区家头路上的温泉会馆后方 发生了一场大火 由于起火点的位置是一处才烧摇工厂 里头堆放了大量的龙野木、香丝树等木材 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整个50平大的厂区全部烧毁 甚至还波及到一旁的温泉会馆 造成会馆业者有12间的汤污被烧光光 我们这样算是12间全会 12间全会 对 完全管线路冷热水都不能进来 因为我是昨天我是最后走的 我是9点半走嘛 他们还有人 所以也不知道 不知道他们有在作业这样子 应该是没有 应该那么晚了 不会在作业 因为水电工来讲 水电工也有帮他们做事嘛 水电工说他们昨天才出窑啊 作品都出来了 那怎么会起火 就是啊 所以要有监视人员 监视人员一查就知道了 虽然消防队及时到场 在一个小时之内将火势扑灭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不过直到白天回到现场 可以看到部分烧焦的地方 还是正在冒着白烟 由于这座陶艺工坊 为铁皮夹盖的木造建筑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而消防局第六救灾大队 动员了50多名的消防 一销来灌旧 才迅速的控制火势 主要是铁皮啦 然后堆放大量木材 再加上香草花园的汤屋 跟他们大概只有一墙之隔 汤屋的构造也是木制的 所以香草花园现场的话 就是汤屋也是被波及 然后有延烧到 因为我们都会在八九点 我在工作时间大概晚上八九点 我就会离开工作室回家 就收一收就回去了 对回家 然后电影什么都会灌 然后现在这样的原因出现 其实有感觉莫名其妙 就是说有点类似电线走火这样子 对那现在现在就是来讲就是 我赶快帮我的好朋友 香草花园这些汤屋 赶快把它护炎 消防队表示里头的建材 大部分都是木材 所以才会让整个厂区陷入火海 还烧到旁边的温泉会馆 而财烧窑厂的老板也说 他们在这里经营了14年 与温泉业者也是好邻居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 也承诺会帮温泉业者复原 而凌晨时刻也没有人在烧摇 大家都下班休息 老板研判疑似是电线走火引起 不过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得有待调查 记者是端一万里采访报道